踏入四月天 日本迎来樱花季 东京晋国神社不只是赏英名胜 年度香扑大赛更是全日焦点 虽然雄本大地震为传统节庆蒙上了优越阴影 但大和民族都希望香扑大赛能够消灾避厄 保佑国泰民安 因此灾难过后 大批民众慕名观察 祈求日本摆脱厄运 从地震废墟中振作起来 春天的东京 鸟语花香 香扑选手齐聚晋国神社香扑馆 摩拳擦掌 蓄势待发 手腕一抖 两位选手奋力扑向对手 按压推挤 直到对方失去平衡 摔倒或被推出土标 比赛宣告结束 香扑尊奉为日本国粹 是锻炼毅力内外双修的艺术 而大和民族更相信这种修行的体育 可以消灾解恶 寓意好运连连 台下观众坦言 在国境之南遭逢大劫 自己得以安然无恙 如常生活 让他们更为珍惜当下 而在相扑选手 放下严肃英气 一字排开 双手合十祈福 祈求日本来年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的时候 观众心里也默默地为栽梨祈福打气 各位论均